本会同仁 典藏还有在 整个博物馆的建制上面 并没有让原住民呈现出 他引有的特色 但是也并不能够因为这样子 然后就混淆了故宫该有的定位 但是对于原住民 对于自己博物馆的建制 我个人是觉得你站在一个 博物馆的龙头老大 应该要有一个 群体的概念 不管是跟院长或跟总统 要有一个整体的想法 因为即使在故宫的旁边 有一个顺意原住民博物馆 来自于民间最丰富的收藏 可对原住民来讲 那还不代表了政府对原住民的重视 即使顺意博物馆的对面 还有一个原住民公园 可是原住民公园到底是跟原住民有关系 还是跟故宫有关系 没有人知道 但长久以来大家都便宜行事 都觉得我只要安上了 这个原住民 然后就觉得我对原住民有所的交代 我觉得这是不对的事情 所以你刚刚有提到这个在台东 非南的史前博物馆 我就心里有很多的感触在 那么到底政府对于这个博物馆的发展 是不是要把它界定为是一个原住民博物馆 可以谈 但是我觉得在最近发生的一件事情上面 我个人觉得我们故宫 在整个多世之秋之后 好像现在尘埃落定 那整个故宫相对的比较保守 相对的也会比较消极一点 那我这样讲的原因是说 我看了一下您的工作报告 里面有几件事情 让我非常的觉得故宫的作为 是不是以保护性居多 但是比较没有那么积极去突破 像刚刚我们提到的 这个非南的史前博物馆 那最近日本有一位收藏家 叫严佐嘉青 他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类研究的学者 那么他把它毕生收藏的 这个南岛文化的这些收藏品 大概前后有两万五千多件 全部都捐给了非南史前文化馆 那么到最后他把它自己 这一生伴随他 没有离开的那只拐杖 来自于撒摩亚群岛的 他也把它捐给了 我们台湾的非南的史前文化馆 可是他这一生没有来过台湾 我觉得我对这一位严佐嘉青 这一位日本友人 我非常的尊敬 他一捐就捐给了我们 史前文化馆两万五千多件 可是我们这次大故宫计划 在南岛的部分 我们花了很多的钱 去建制 也去购买 我们总共现在征集文物 有1530件 可是我们买了1524件 别人只捐赠了六件 六件 我要讲的右翼是 为什么人家会选择了 这一个史前文化馆 一捐就两万五千件 那个捐出来的价值 可能是用好几个亿 在计算 而他一生没有来过台湾 但相对于我们建制故宫南院 我们都是不断的 颠预算 不断的去采购 可是你也知道 如果是昂贵的 是珍贵的 他所要付出的单件的 费用是非常高昂的 外界的捐赠 可能才是一个典藏的重要来源 尤其现今来讲 你要建制一个新的博物馆 所以我看了一下 这个悲难史前文化馆 人家捐了两万五千件 我们这边才收到了六件 这是第一个我觉得 我们对于外界 我们是不是在 争取别人 把故宫认为它 是一个值得捐赠的对象 我们的作为 是不是相对薄露一点 我们去年总共捐赠了 到今年八月为止 总共有三千多件 捐赠的 那这几年来入场 是捐赠居多 购买的居少 那但是我们捐赠 也有非常严格的预审制度 预审初审复审 那南院处 其实已经还有 只是完成了 这个预审初审复审的 今年十六件 这个是反映这个 其实包括 如果大家知道 袁德鑫先生 就是楚歌先生 他的基金会 也把他一生最好的台湾美术 也要捐给我们 那我们都 院长我讲这个是 没有用 我从数字去解释 你故宫本院 我们会努力 很多人愿意捐 因为捐的过程当中 也许我捐五件 我留95件 但因为故宫典藏了 那95件的价格 就不一样 这过程当中是很复杂的 是涉及到股物买卖 跟他的借价的问题 但是我刚刚讲说 故宫南院 一个新的 一个博物馆的成立 六件 可是别人就 25000件就捐出去 我讲这是一个现象 那么包括我们 立法院有同仁 需要仓委员 陪同我们去苗栗 看到一位收藏家 他收藏的 藏传佛教的文物 几乎是全世界最好的 他也想把它全部捐出来 可是又缺乏一个管道 我们好几位委员 都亲眼看到 我和红搜图 副院长也都看到过 我去了 对 讲了好多年 我只是举例来讲 不管什么原因 但是我觉得 那个积极度 我觉得我们不是很够 我是举证之一 再举证第二 我们有很多的保障 那这几年文创 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 发展方向 可是我发现 我们文创的参展 这一年来 我们只去参加了 2003年 深圳的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会 只参加了一个 然后这是我觉得 我们积极度不够的地方 然后再举第三个 我们昨天 朝野协商 协商教育部的社交机构 它的一些基金运作的时候 我们做了一些松绑 因为他们觉得 如果不松绑 在运作上面会产生很多的困难 所以他们希望我们协助 我们在条文上面 做了一些教育部的社交机构 基金运作的松绑 就希望他能够活络自己 可是我看我们故宫 那么好的民生 今年我们各界捐赠 只捐赠了三笔 一笔是中小气银的 现金400万 长廊航空实权 潜荣特展的 机票和空运费 还有多蓬保险公司的保险费 一整年故宫别人捐赠 只捐赠这么一点点 我不是说 你要向教花子去化缘 而是应该有很多人愿意 跟故宫共相胜举 所以我讲这句话 一开始就讲说 是不是因为过去 故宫经过多世之秋 那院长您接任之后 尘埃落定以后 一切就以保守 作为故宫现金的发展 这是我对院长 我觉得从这些数字里面 我产生了一个怀疑了 但我不希望是这样 因为故宫是台湾非常重要的保障 也是在华人世界里面 在中华文化里面 我们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如果我们过于保守 或是因为受限预算或法令 让我们自己自我捆绑 我觉得对于故宫来讲 那是一个很大的障碍 所以我想请教院长 你心态上有没有相对于过去 想比较保守一点 报告委员 我并没有 我这个人不保守 但是呢 包括我们的 我们参加这个国际的展览也好 文创展览也好 当然要量力而行 一年只参展一次 那今年不是 还有10月25号 我们会参加厦门的文博展 两次 对 但是委员 我们的两岸经费 好像只有非常少的钱 不是 那除了两岸经费还有国际 我只是讲说 他透过故宫的文物 我们有很多衍生的文创的市场 那是我们的保障 一年只有去参加一场 年底再参加一场 而且都只有在对岸 但全世界现在在中国热的 有我们一直都有参加 新加坡 香港 还有法兰克福的书展 这些都是我们常年都会编列预算去的 那报告 还有东京 报告委员就是说 我是给你鼓励了 我们会努力了 这一点请多突破 好不好 好的 我从数字上看起来 好的 从外界接受捐赠 从你接受外界捐赠的金额 从你去主动去国外行销 我觉得我们相对保守很多 这一点我特别跟院长给予很多的期许 所以如果预算上面有什么困难 我们是愿意全力支持 谢谢 第二点 我们有那么多的宝藏 然后现在也有那么多观光客来故宫 要来参观我们的展览 我们的安全能力到底有没有问题 我想请教一些问题 我看我们的安全管理里面 我们仰赖驻卫井非常多 可是就我得到的讯息 听说现在故宫的驻卫井 出缺非常严重 然后找不到人来 所以变成同人的压力越来越大 是的 然后我还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全台湾的驻卫井里面 唯一还有警犬的只有我们故宫 是吗 是 你什么时候开始养狗都不知道 很久了 那狗有阶级吗 有有有 没有阶级 我们养四肢在秦院长时代 我很年轻的时候就知道 那狗现在能跑啊 不 他会要更新的 是不是啊 八年换一次 我们的狗很厉害 晚上他要巡视 整个院区啊 所以以后就有狗来替代住 不不不不 狗只是辅助了 因为他的范围很大 那这是第一 当然我们现在的安管 因为人多 大家要维持治安 是非常痛 非常的辛苦 所以很多人 要我们真人的时候 他们一听故宫 要这么多 然后从早八点半到晚上每天六点半 等等 他们就会却步 这是事实了 那现在安全系统是不是相对的 我们人力上 那我们也会利用 征求了替代役 来协助我们 替代役 对 替代役可以做助卫井 我真是 我不是助卫井 帮忙我们展场 我们先给予训练 协助我们在展场 维持治安 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延长开放 但是人事总数并没有给我们证实更多的人 所以只给我们部分的加班费 但是现在有些同仁都说我不加班可不可以了 所以这都是我们的困难 那再者呢 我们的助位井当然是非常辛苦 那当然也没有办法 玉缺也不能补 所以我们就最近我们也用替代玉 不是玉缺不能补 是玉缺没有人要来补了 真的 有的时候玉缺也 对我们整个是到了63个 但是其实是很辛苦的 很辛苦 所以我现在就担心我们人力有真空 所以现在宪兵那边是把狗都慢慢裁撤掉 我是建议你说这狗子要保留 我改天要去看一下 但是我想安全的部分 我们要去 赶快把警力的部分把它补全 不要让我们观光客越来越多的时候 我们的安全去量 好谢谢陈委员指导 谢谢陈委员指导